美国交通部发布的限制为中国国航、东方航空、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的各一个航班 在未来四周从中国飞往美国的单程航班以40%的载客率营运 有旅行社负责人估计,涉及的航空公司在未来几周机票价格将会飙升 可能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 适逢8月中下旬是中国留学生返美高峰,势必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等于会影响到很多学生会来上课 后面又开始要抢票了 但是按照以往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都是百分之60啊70啊 这种到75这样的载客率嘛 那如果说他们原来售票已经售了75%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35%的人有可能要刷下去这样的 另外在此前有大陆媒体披露 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美国签证时被拒 陈女士的儿子王某某,工读计算机专业 属于容易被美国拒签的专业 在周二,王同学从香港出发 经卡塔尔转机成功抵达纽约 陈女士表示做好思想准备 孩子这几年都不回国了 还有收访的旅游业负责人表示 中方也在对美国实施熔断措施 估计短期内美国飞往中国的航班价格也会飙升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